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以德台仰,澳洲的郑毕斯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徐氏珍的好 还有马来西亚的马来近,郭卫模也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和《洒冷气》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力量 好了,今节我们是正向时事多合一 第一节,第一个新闻应该这么说 就是来自BNO组国 BNO组国近日有两个油管博主,即是YouTuber 其实一个叫Peters,一个叫Mannes 其实他们两个就变...很搞笑 是假装成阿斯利康这家大厂的股东 之后就约一个很傻的 傻L来的,一个反疫苗的人士 就叫做皮尔斯·郭尔滨 郭尔滨这么熟悉的名字 原来他就是英国工党... 前英国工党领袖 Jerene Corbin 的大哥 真的是亲戚来的 这个是郭尔滨的大哥 当然他也是姓郭尔滨 就在伦敦一家酒店见面了 并且说,喂 阿哥,我给你一万英镑 你就不要攻击我们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了 行不行? 这个傻L,这个叫做反疫苗的人士 反疫苗的人都是傻的 我们谴责他,傻的这些人 是吧? 是 之后他就说,喂 你要攻击其他啦 不要搞我们牛津、阿斯利康 牛津、阿斯利康行不行? 那当时其中一个博主 比特斯就说,我买了100英镑的 这个叫阿斯利康股票的 证明了我是股东来的 那另外他们就用邮件 就说,元朗这个傻佬 这个卓尔滨,就是卓尔滨大哥 都是卓尔滨 就说,喂 帮一下吧 帮我们宣传一下吧 那会面当中呢 这两个假扮阿斯利康股东的人呢 就说,这里有10000磅 你就不要批评我们了 对不对? 那具体来说就是 你提也不要提 我们牛津、阿斯利康就可以了 那结果呢 这两个人真的是 给了一个装有一万磅的 一万磅钱,当然是钱了 你信封给他 其实呢 后来趁他不注意呢 就换了在大库庸里面的假扮 那些公仔纸 那些公仔纸 那都可以的 是啊 那之后呢 那这个傻佬 这个傻佬来的 那这段恶作剧呢 就被广传了 这个皮尔斯就说呢 视频 经过大量的编辑 疫苗不好的话 这个傻佬 我们谴责他 不要说这些傻佬 说我不会改变自己观点的 这么说 那卓尔滨的大佬继续说 这两个人发email 邀请我 那么我是 看看他们想做什么 这么说 这么说 他们都没有提到 他们是跟 阿斯利康存在什么关系的 我都是去看看 这么说 那么当然了 你 被人换了一些公仔纸 我觉得也挺好笑的 这么笨的 不过这些反一反一的人士 多数都是比较 比较昂华一些 都不怪他的 所以这些所谓的反疫疗先锋 一定要谴责的 散播愚蠢 是吧 我们一定谴责这些人 散播愚蠢 另外呢 这条新闻就 有些是关于家产生的 因为家产生 家产所在的 加拿大 有些事情发生了 就是安省 当然是安大陆省 下令营就有 暴益 在安省 Maskuata 地区举办的一个住宿下令营 因为新冠出现 已经紧急暂停了 三百多个 参加下令营的人士 其实就是小孩 当然是受到影响的 其实参加这个住宿下令营的家长 就是开营之前几个小时 就把小孩送到安省 参加这个活动 结果收到一封住宿营的 传来的电邮 是主板方发过来的 就要求 麻烦你们快点把小孩 接回家 因为 今个星期活动已经取消了 这封邮件上就说 我们要通知 参加今次活动的每位成员 因为 其中一个活动小组 发现多人是中了十九 中了新冠 哎呀 最大惑 大多数都是儿童离 嗯 所以呢 他们就说 因为这么多人 有中了 有这么多个案 下令营 对消 处于暴疫的阶段 所以呢 只可以关闭了 嗯 他们说 当天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个活动小组 哇 还有其他组的成员 也都中了 所以呢 考虑到 客户和员工的健康 还有安全的情况之下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就是取消下令营活动了 我们呢 已经 咨询了我们的医疗团队和其他公共卫生部门 大家一致认为呢 这个就是最好的应对办法 没错啊 当然了 难道还去玩吗 大哥啊 对啊 没错啊 哈哈 是啊 那这个email 就是这个电邮当中呢 还要求为请大家 各位家长快快把你的小孩 接回家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 赶在当时的晚上呢 把小孩接走的话呢 就麻烦你第二周的星期一 就立刻把小孩 中午之前一定要把他们接走 那这个下令营 就是我看了他的网站的 其实就是6到16岁都可以参加的 一般来说就是为其一周的住宿下令营体验 那里面就有60多种活动可以参加 费用都不便宜啊 就在1149元到2124元加拿币之间 说都挺贵的 那在社交媒体上很多家长都表达了自己很失望 那没办法啊 真的没办法啊 如果小孩招惹了你更失望 我跟你说 还要捱锅 是啊 不过呢 虽然失望他们都说 表示理解这个决定的 就好像一位家长叫Kalvin 其实他就说 这个是我们有史以来参加最短的下令营 因为只要4个小时 我们就要被人叫小孩接回去 有些就要3个小时 那没办法啊 因为有些小孩中了 所以才可以立即行动 那目前呢 这个下令营的主办方还未对事件表达任何的评论 但是呢 据主办方给家长的邮件显示 他们应该会 那些费用的应该会退还的 那都是无好厚非的 是吧 因为呢 你知道参加这些下令营 小孩就会有很亲密的小组活动 也都一起用餐 所以哪会有这些社交距离 这些小孩玩起来 那一位家长还说呢 就希望这个下令营 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毒之后呢 下周呢重新开放啦 这么说 说不是这么狼胎啊 这么快就去採访啦 大哥 不太早啦 太早啦 那目前呢 总共就有350名参加了下令营的人士受到影响的 那只可以说是圣炭食啦 没办法啦 那这个第二则新闻啦 第三则新闻就来自台湾地区的 那那台湾地区的反对党 中国国民党 就之前我也做过节目啦 就是准备要选这个党主席啦 那被誉为公子帮的朱立伦呢 居然呢 和被誉为神朱的 那当然不是这样的 神朱就是连胜文啦 那他在香港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那 前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呢 其实呢 昨天就宣布 参选党主席 而且可能和 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 连胜文结盟 挑战现有的党主席 江启臣 那党内评估呢 国民党在疫情之下 表现未能有效地 拉高这个民调 当然啦 你都不作为 不是不作为 是柴台柴得太厉害 你都不够欧文杰厉害 欧文杰 拉得挺好的 很小的 那其实呢 现在这样看呢 因为民调他拉不上来 因为民进党开始回升 回温他的民调 因为疫情过去了 现在这样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呢 对于江启臣言任是几不利的 但是朱立伦在党主席任期失去政权 因为他输了个总统 在考虑着参不参选 如果最终决定不选的话呢 即是不选党主席 那可能最终决定不选的话 那两人就有可能合作 因为两个选一个嘛 那只是推着朱立伦上去的 你看权盛文肯不肯 另外呢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先前也被点名 就可能参选 党内人士就说 虽然韩国瑜一直被点名 但是参选机率不高 亦倾向不支持特定的参选人 那前总统 总统相应好 马英九的态度也是保持中立的 只要有人愿意帮助国民党重返执政 他就说 都乐宴其成 刚才没说过 这个真正的 那国民党重点 栽培接班梯队的朱立伦 其实呢 曾任这个民意代表 桃园的首长 还有这个所谓的行政院 行政院商人号的副院长 亦都做过国民党的党主席 曾经亦都是新北市长 但是2016年经历了换柱风波之后 就披挂上阵选大位 就是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不过就落败了 2020年 总统党内初选 又不敌 总统相应好 又不敌当时 掀起了韩流的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所以没有愿 各族大选 声势亦受挫 其实呢 相对于 韩国瑜过去带起的激情 朱立伦就说 我个称号叫正常论 其实他就讥笑韩国瑜 只认识韩粉 这么激情 这么热情 2020年总统大选 之后呢 其实呢 朱立伦呢 当然总统是相应好 也都是沉静了一段时间 之后一直保持低调 把重心就在基层上游走的 外界当时解读就是他呢 就是为了 草力 选党主席 最后也想挑战2024年的大位 对于国民党主席之争呢 有些中常委就说 日前台湾民议基金会公布的文调 就显示国民党在疫情当中 未能得分 这是事实来的 因为大家的眼球都去了 这个欧盟哲和鹿营那里 令到呢 台湾民众党者欧盟哲的政党 是得利的 对于江启臣呢 是不利的 不过也有人说 朱立伦过去一段时间的沉寂 而且他在各项议题上 都没有站出来 为国民党作出强而有力的发声 也都令到很多基层党员 是质疑他的 现在又说要做主席 又没有那么容易呢 其实我也觉得 喂 是不是你又想出来收割啊 是吧 那就不知道了 不过呢 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 林奕华呢 他就说 不是香港那个 不是香港那个 做网台的 就说 明年 这个 九合一选举就是对国民党的重要考验 看一看吧 所以现在大家选党主席 都是很审慎的 正常呢 正常呢 说回其实国民党主席的选举 原定是7月24日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当然要退后了 国民党中常委就在4月28日决议党主席选举 在党系8月12、13日就领表 之后8月16、17日就登记 那9月25日就投票 目前呢 除了江启臣和朱立伦之外 表态参选主席的还有 还有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 还有前张化院院长卓白源 还有前主计长韦白涛 他们都有意参选的 那我们看看这场大戏了 好了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